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就到大埔的體育館 出席由康樂及文化事務處舉辦的 《全民運動日》2024 向市民傳遞勤奏運動有益身心的信息 同時為出戰巴黎奧林匹克運動會 和殘疾人奧運會的國家隊 和香港運動員打氣 今年《全民運動日》的主題是 親子體能與利同行 李家超同一眾嘉賓觀賞親子活力粗 參觀專為兒童設計的電動賽車遊戲 電子虛擬障礙賽 新興運動卡巴迪體驗 虛擬維港渡海泳 和中國香港體育協會 奧林匹克委員會 設置的體育節灘委等等 另外17名主要官員 也都在各區體育館參與康體活動 響應全民運動日 蔡英國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